来大熊猫真的听得懂人话 这只委屈巴巴的大熊猫叫做汪家 它本是一只野生大熊猫 于2007年冬天 被管护队员发现于风筒寨保护区 当时它卧在冰天雪地中 浑身湿漉漉 管护人员静等三小时 未见熊猫妈妈回来 怕它有危险 然后就带到了大熊猫保护区 因救助于汪家沟 顾取名汪家 2014年开始繁育 到如今已经有了七个子女 当初这只靠越狱卡头 而火爆全网的演会 便是汪家的第二个女儿 就在前几天 汪家上班时 一来就盯上了宰在手中的笋笋 老大的没抢到 他转头就来抢老二的 即使老二把笋笋护得严严实实 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笋笋最终被汪家抢走 刚好这一幕 被现场的游客拍摄了下来 小的小的现在阴谋了 看到老二笋笋被抢后 有点伤心的感觉 然后游客就说了一句 汪家好坏 太好坏了 没想到游客无心的一句 居然被汪家听懂了 汪家直接愣在了原地 顿时手中的笋笋不香了 表情都是委屈巴巴的 直到最后 看汪家的表情 我感觉他都要哭了 其实这也不是汪家第一次抢孩子笋了 在此之前 汪家带的每一届孩子 都有被他抢笋的经历 无论是16届的延会 还是20届的嘉阳和嘉白 都亲自给汪家包过笋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一次既然有姨妹们说他 孩子的自尊心一下就受到了打击 所以他才会觉得委屈吧 可怜的宋三岁 江爷爷今天去了他们自己人生中 第一部电影的发布会 而宋三岁 则需要留下来 照顾瑞宝和辉宝 同样留下来的 还有盛西阿姨 而也正是因为这样 江爷爷的发布会 还会完成得这般顺利 因为江爷爷 不用在参加发布会时 担心瑞宝辉宝 知道宋爷爷和盛西阿姨 会给他们照顾得很好 同时 瑞宝和辉宝 也客串了福宝姐姐的电影 这一大喜事 宋爷爷必须给姐妹俩 安排点好吃的 而作为三个巨星母亲的爱宝 这时正在室外园区 室外园区 没有姐妹俩的捣乱 这绿化与室内园区 简直是两足场景 在看爱宝时 宋爷爷还偶遇到了 隔壁小熊猫的奶爸 和奶妈在拍视频 以宋三岁的性格 当然得过来 刷刷存在感 不过周围的游客太多了 宋三岁也不能疯得太厉害 毕竟 这是人家小熊猫粉丝的地盘 宋三岁怕挨挡了一会儿 就离开了 来到了瑞宝辉宝这里 在这里 宋三岁就可以想怎么疯 就怎么疯了 而且 还有盛西阿姨 给自己在一旁坐镇 宋三岁什么也不怕了 盛西阿姨在一旁 给瑞宝按摩着身子 瑞宝表情满是享受 享受完盛西阿姨的按摩 瑞宝下班时 都顺利了很多 姐妹俩回到家后 盛西阿姨开始 给姐妹俩安排盆盆奶 太久没见姐妹俩 吃盆盆奶 姨姨们都以为 瑞宝和辉宝断奶了呢 姐妹俩现在吃奶 再也不会和小时候 一样抢来抢去了 而且姐妹俩从小就不顾食 就算姐妹俩在吃东西时 宋三岁过去 触碰他们的碗 或去摸他们 瑞宝和辉宝 都不会有抵触心理 姐妹俩这次吃得很饱 吃完也没再去折腾爱宝 姐妹俩吃饱 宋三岁陪姐妹俩玩耍了一会儿 姐妹俩愧意就上来了 凑在妈妈身边 打算睡觉了 这个精力永远有消耗不尽的姐妹俩 爱宝脸上挂满了 来个人快将姐妹俩带走的模样 爱宝此时 看着姐妹俩表示 这要是在野外 我早给你俩逃了 然后一个人去享受自由 而这在园区 一天天跟你俩是操不完的心 爱宝对着姐妹俩一通发火后 姐妹俩立马老实了 而此时 爱宝也等来了送爷爷的呼喊 去了室外园区 而辉宝这里 听见爷爷的声音后 跟着跑了过去 爷孙俩没有原因的一言不合就开跑 围着园区环绕一圈后 爷孙俩又一句默契的 都停了下来 不过这默契程度 与爱宝和奶爸们的默契程度还差点 毕竟 爱宝与奶爸们 已经八年了 爱宝会在奶爸给自己擦地时 默契地抬腿 并且无条件地信任 奶爸不会伤害自己 同时 爱宝和奶爸之间交流 已然到了无障碍沟通 爱宝更是完全拿捏了奶爸们的流程 例如 爱宝想去室外时 爱宝就会先在通道门口等一会儿 示意自己想去室外了 而看到通道门没有动静后 爱宝也没有生气 会想 肯定是奶爸在忙 之后 爱宝会走到奶爸的通道门口 跟奶爸是 自己想去室外玩耍的 当奶爸们 亦或是其他饲养员们 听到爱宝的声音后 便也懂了爱宝的意思 这时爱宝 只需要去通道门口 懂着就可以了 这就是爱宝与饲养员的默契 而爱宝去室外后 饲养员们 就会来到室内 给爱宝放置新的竹子 以及陪姐妹俩玩耍 宝家现在 和饲养员们的默契程度 以及听话程度 更像是服务之间的关系 对过后的福宝 愈加安逸 同时 福宝 虽然现在还没有对外产出 不过喜欢福宝的粉丝们 只增不减 最近还有网友发现了 自己女儿作业上的题目素材 就是关于福宝的 真不愧是我们的国际福 同时 宋爷爷每次 在刷到福宝的最新动态时 还会给爱宝乐宝 以及福宝的两个妹妹分享 不过想必 福宝现在也很想知道 爸爸妈妈 以及妹妹们 现在过得怎么样 等六月份 爷爷们去看福宝时 想必一定有许多许多的话 对福宝说吧 例如瑞宝和辉宝 现在也马上要开始 进行体检训练了 现在的瑞宝和辉宝 也有了福宝小时候 调皮的模样 会在妈妈体检时 在妈妈身边捣乱 会在妈妈怀里钻来钻去 打扰着妈妈 为的是想抢走爷爷 喂点妈妈的小零食 还有姐妹俩的盆盆奶 福宝小时候 因为是自己 而且爱宝的奶水冲 所以 福宝小时候 都没有喝过盆盆奶 不过瑞宝和辉宝 随着渐渐长大 马上就要开始吃竹子了 想必用不了多久 也可以戒掉盆盆奶了 爷爷们一定很想 把姐妹俩吃盆盆奶时 这可爱的模样 分享给福宝看看 姐妹俩为了盆里 最后一口奶 而抢来抢去 还有姐妹俩 现在下班 都不用爷爷抱了 都可以自己回家了 同时 福宝想必也有许多的话 跟爷爷分享 例如 自己认识了新的朋友 吃了许多之前 没吃过的零食 这些都想告诉我 现在真的很期待 福宝的隔离结束 期待爷爷们 来中国建福宝的样子 以及福宝看到爷爷后的反应 我帮你 我帮你 帮我听爱了 盛西阿姨对爱宝的爱 一点也不输两个爷爷 而且早在爱宝坐月子期间 盛西阿姨更是没少照顾爱宝 只不过那是盛西阿姨 没有属于自己的节目 所以 都是在宋爷爷的节目中 偶尔出镜 而在盛西阿姨 第一次参加韩国综艺时 当主持人问宋爷爷和盛西阿姨 有什么话 要对宝家说时 宋爷爷选择了 对福宝 展露自己的思念 而盛西阿姨 则选择了 对爱宝诉说自己的心声 阿姨 都是由盛西阿姨照顾的 在盛西阿姨这里 只要是有姐妹俩的 一定就会有爱宝的 当遇到姐妹俩满百日的节日时 盛西阿姨还会对爱宝表示辛苦 另外盛西阿姨更喜欢爱宝掉自己姐姐 或许这就是女生更懂女生 更明白彼此的不义 而且盛西阿姨的照顾和爷爷们的照顾 对爱宝来说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当盛西阿姨值班时 感觉到爱宝带娃累了 会立马让爱宝来室外活动 主打一个彼此理解彼此 彼此相互配合 盛西阿姨明白 作为女人当母亲是有多不容易 所以与爷爷们不同的是 盛西阿姨更能先想到爱宝这里 以及根据自己的感受去照顾爱宝 而也正是因为宝家饲养员 彼此的相互配合共同舞 才让宝家每个成员 一直都处于这幸福的时候 这是什么情况 天上怎么突然掉下来一颗竹笋 这天爱宝看到灰宝手中的竹笋后 毫不留情地抢过来 前一秒还在吃着美味竹笋的灰宝 下一秒便抱着柱子哭了起来 吃完手中竹笋后的爱女士 还不忘再次查看灰宝有没有偷藏竹笋 等爱宝得到满意的答案后 放心打开 没有吃到竹笋的灰宝 正委屈地低着头 突然这时 天上掉下来一颗竹笋 面对突如其来的惊喜 灰宝先确认周围环境是否安全 随后赶紧把竹笋抱在怀里 赶紧开吃 不然完了就又被抢走了 而此时 小树上的瑞宝 正一脸懵地看着下来 原来这颗竹笋是瑞宝不小心掉下来的 看到灰宝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笋 瑞宝便开始想办法 拿回自己的竹笋 小树上的瑞宝 还不忘时刻观察着妈妈爱哺的动向 瑞宝怕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确认妈妈没有发现这颗竹笋后 瑞宝赶忙从小树上滑下来 直奔这颗竹笋 看到瑞宝过来 灰宝紧紧地抱着竹笋 怕这颗竹笋再被瑞宝抢去 看到灰宝抱着竹笋不放手 瑞宝二话不说 直接咬不上去 好像在说 这颗竹笋是我的 随后 姐妹俩便因为这颗竹笋打了起来 奈何灰宝体重占了优势 力量上完全碾压瑞宝 经过两次抢夺 我们的瑞公主 还是没能抢过灰宝 只好默默地吃起了平台上的竹子 而机灵的灰宝 防止姐姐再次来抢 也是直接咬着竹笋 跑到了另一边的平台 而吃过竹笋后的灰宝 趴在小树上睡觉去了 而我们的瑞宝 还在为没抢回自己竹笋的事情生问气 只见瑞宝独自坐在平台下 吃着手中的竹子 这时的瑞宝 一边看着手中的竹子 一边在想 下次一定要好好抱住自己的毒魂 不能再被灰宝解露了 一向回家困难的瑞宝 这次竟然主动回家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天瑞宝 正安静地待在平台下面吃着竹子 平台上的灰宝看到后 先是用嘴咬着竹子 瑞宝感觉到自己的竹子要被抢走 心甘将其拽足 奈何自己的力气太行 只能眼看着竹子被灰宝抛走 看来灰宝比瑞宝胖的八斤 真不是白走 而此时的瑞宝 并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跑来 找灰宝理论 还没等瑞宝说出话 灰宝直接对着瑞宝 一平一平下去 被咬活的瑞宝并没有放弃 而是走到了灰宝的后面 打算从后面对他下手 卡在楼梯口的灰宝 察觉到 有人咬自己的屁股 便赶忙从楼梯口下来 眼见情况不妙的瑞宝 赶紧爬上平台 看到灰宝跟上来 瑞宝用手阻止着灰宝 你别说 灰宝还挺猛 把瑞宝直接从平台上拽了下去 而这时灰宝趁机爬上平台 占领高处 防止再次被瑞宝把突袭 趴在平台上的灰宝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瑞宝 看到瑞宝要爬上来 灰宝就用自己的小手 推死了瑞宝 一会儿等当灰宝转头 拿竹子的弓 不料身后的瑞宝 迅速爬了上来 听到动静的灰宝 直接呆住在平台上 看到瑞宝上来 灰宝连竹子也不吃了 快速跑过去 想用自己的铁头弓 瑞宝赶紧把自己捡住一团 随后 梁小枝便开始打了起来 就这样 姐妹俩从平台上 打到了平台下 谁也不服侍 不过这更多的像是在玩闹 因为姐妹俩打累了 默契地拿起地上的竹子 一起吃了起来 这时机灵的瑞宝 看到妈妈过来了 二话不说 直接走向小树 瑞宝知道 妈妈这个时候 脾气最不稳 而憨憨的灰宝 此时还沉浸在自己的快乐 只见走过来的爱女士 先是绕到灰宝身后 挠了挠脚 然后直接给灰宝 在塔体上丢了下去 经过灰宝时 还不忘往上一脚 灰宝也不傻 知道妈妈这时 是要回家 灰宝立马爬起来 跟在妈妈屁股后面 追了上去 不过 瑞宝踏进通道门的 一瞬间 又回来 瑞宝此时的心理状态 最想是 爷爷我自己下班了 嘻嘻 我骗你的 宋爷爷面对虫子 不仅没有抗拒 和嫌弃的心 甚至居然 还能将其托在手中 玩耍一番 真不愧是宋三岁 旁边的主持人 面对宋爷爷 对虫子 都要用虫密语气 直接绷不住了 直呼宋爷爷 你这就是宋一怪物 宋爷爷都 答应不准了 因为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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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当宋爷爷还没出场时 虫子仍模仿宋爷爷私底下说话 表示宋爷爷将 自己之所以被从最开始的 凌世宫 转为正宫 是因为自己的帅气的外表 看来宋爷爷真是岳家综艺老手了 宋爷爷是从03年开始当饲养员的 到现在已经22年 不过宋爷爷表示自己却很开心 在瑞宝和辉宝小时候 宋爷爷还会常住在园区 有时也并不是因为工作忙 就是想多看姐妹俩一会儿 要知道 宋爷爷当时在被调来熊猫馆时 还是很抗拒 果然 往事是令人最不想提的 现在 如果要让宋爷爷收回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他就是这句 不想去熊猫馆工作 看到宋爷爷对熊猫都这么喜爱 主持人八卦道问 宋爷爷和妻子的感情是怎么样的 这天化身摄影专家的孙猫 再次上线 记上一次给圣希姨母对脸拍照之后 这次又来给姐妹俩拍照 宋爷爷的拍照水平 在宝家黑粉圈里 还没体面 宋爷爷看到姐妹俩正在吃竹笋 便打开相机记录着 没想到宋爷爷经过几天的学习 也学会了运镜技术 只见宋爷爷的镜头 在两小只之间来回穿梭 这时有镜头感的瑞宝 已经开始准备比姿势了 宋爷爷见状 把镜头移到了我们的瑞明星身上 瑞宝也是没有让爷爷失望 直接表演了 单腿吃竹笋的画面 旁边的灰宝 看到姐姐已经摆好姿势 便开始挑选适合自己摆造型的竹笋 然而挑了一圈 也没有挑到的灰宝 便爬到滑梯上 独自生嫩气 而此时的另一边 瑞宝看着爷爷镜头 再次朝自己靠近 有明星包袱的瑞宝 赶忙坐了起来 开始表演坐着吃竹笋 这时细心的宋爷爷发现在滑梯上的灰宝 情绪不是很多 便把一颗小竹笋摆在了灰宝面前 让灰宝下来吃 这时姐妹俩同时发现了 放在平台脚上的竹笋皮 便开始动作一致地向同一个目标前进 结果竹笋皮不小心被弄到了地上 只见灰宝一个前滚翻 从平台上滚了下来 这一瞬间 我们的宋爷爷自然不能放过 直接把镜头给到了灰宝 下来后的灰宝 还看了眼爷爷 好像在问 爷爷 我这精彩的前滚翻 你抓拍到了没 宋爷爷摸了摸灰宝的头 像是在回应灰宝 沉浸在拍摄中的宋爷爷 突然想起 自己该接姐妹俩回家了 便放下手机 准备抱姐妹俩回家 一向回家困难的灰宝 这次一反常态的 乖乖被宋爷爷抱回了家 临近家门 还不忘给依依们 而我们的瑞宝 似乎还想让宋爷爷给自己拍照 看到宋爷爷来抱自己回家 试图抱住爷爷的手 阻止爷爷抱自己回家 没有办法的宋爷爷 只好将其拦腰抱起 此时没法再继续反抗的瑞宝 只能乖乖地被爷爷送回了家 调皮的灰宝 每天不是被揍 就是在被揍的路上 这天正躺在平台上 晒太阳的瑞宝 突然感觉眼泽于黑 原来是灰宝于屁股 坐在了姐姐脸上 感受到屁股压脸的瑞宝 赶紧把脸移出来 随后两小只便在平台上打了起来 然而常年在树上练功的灰宝 可不是白练的 只见灰宝摆出战斗姿势 不一会儿便把姐姐 从平台上给挤下去了 看到宋爷爷过来 机灵的灰宝 便想要藏到旁边的楼梯上 仿佛在告诉爷爷 这一切与自己没关系 奈何自己的小短腿 还露在外面 被宋爷爷看到后 自然逃脱不了爷爷爷的牢道 被牢道后的灰宝 看到妈妈 便屁颠屁颠地跑过去 不料妈妈突然停止 小短腿灰宝 便一头撞在了妈妈身上 随后抱着爱宝的腿 开始碰瓷 爱宝看着灰宝这一操作 脸上露出了无奈的表情 看到灰宝起身 爱宝便伸出手 阻止着灰宝靠近自己 然而就算爱宝咬住灰宝 也没能阻止住灰宝 对自己的进攻 爱宝逐渐变得失去耐心 看到灰宝踩在了自己脸上 爱女士直接嫌弃地 把灰宝丢了出去 心想我怎么会有 这么调皮的女儿 然而被嫌弃后的灰宝 没想到 更惨地还在后面 刚爬上小木架的灰宝 看着对面气势汹汹的 瑞宝顿感不妙 没想到姐姐还记着 刚才自己的屁股 坐在她脸上的愁 灰宝被吓得连连后退 瑞宝也是追过去 对着灰宝就是一顿打 灰宝从没见过 如此凶悍的姐姐 被打后的灰宝 想跑到小树上来 躲避姐姐的追击 瑞宝看到后 直接把她从小树上 推了下来 接着对灰宝的头 就是一顿乱咬 这时听到动静的 爱女士赶了过来 先给平台上的瑞宝 一顿胖揍 瑞宝被妈妈 打得捂住了头 而旁边看热闹的灰宝 妈妈 打了姐姐 就不能再打我了 没想到 爱宝一个也没放过 看到正在悠闲 吃竹子的灰宝 爱女士也是 直接冲了过去 吓得灰宝 手中的竹子都掉了 灰宝没想到 自己还是没能 躲过被妈妈揍 一天经历 两次胖揍的灰宝 就这样 遇过 在平台上 前有宋爷爷 爬到树上 代替姐妹俩营业 现有江爷爷 爬到树上 拖换两脚 有了上次看到 宋爷爷爬树的经验 这次瑞宝看到 江爷爷要爬树 赶忙跑来 阻止江爷爷上树 但没想到 没有成功抓住江爷爷 反而还摔了个屁蹲 成功上树的江爷爷 还不忘对滑梯上的 灰宝炫耀 听到动静的灰宝 羞的一下 从滑梯上滑了下来 迈着小短腿 过去查看是什么情况 看着江爷爷 从树上下来 灰宝赶紧抱住小树 势腿肯力转 将爷爷上去 甚至看到江爷爷 快要上去的时候 咬住爷爷靴子 让爷爷不再往上爬 令姐妹俩没想到的是 江爷爷只是虚晃一枪 看到姐妹俩都跑来找自己 江爷爷便知道 自己成功了 随后便去叫宋爷爷 给梁小智拿盆盆奶 收到消息的宋爷爷 拿着盆盆奶 很快就进来了 瑞宝闻着味道 就跟了上去 对着盆盆奶就喝了起来 而此时的另一边 宋爷爷正拿着盆盆奶 把灰宝引诱过来 今天宋爷爷还给姐妹俩 加了点腐蚀 只见宋爷爷 拿来两颗新鲜的竹笋 等姐妹俩喝完盆盆奶后 宋爷爷爷便把手中的竹笋 给了他们 此时 瑞宝正开心地 吃着手中的竹笋 而旁边的灰宝 早已盯上姐姐手中的竹笋 灰宝放下了自己的竹笋 转头就上去抢姐姐 灰宝表示 自己手里的竹笋 没有姐姐手里的香 灰宝的这一操作 让旁边看着的宋爷爷 不禁露出无奈的表情 不过 瑞宝并没有让灰宝得逞 瑞宝抬头看向爷爷 仿佛是在跟爷爷告状 爷爷刚才 灰宝抢我的竹笋吃 宋爷爷眼看 接姐妹俩回家的时间到了 便准备抱姐妹俩回家 还想要拿瑞宝竹笋的灰宝 被爷爷一把抱了起来 灰宝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我怎么还起飞了 给灰宝抱回家时 瑞宝正乖乖地躺着 等待宋爷爷来抱自己回家 瑞宝被宋爷爷抱起时 还忍不住地摸了摸宋爷爷的脸 瑞宝这两下 直接给宋爷爷拿捏得死死的 今天灰宝的体重 已经整整领先瑞宝的时间了 其实早在瑞宝小时候 江爷爷就预知了 瑞宝会比灰宝轻 江爷爷曾在节目中讲到 瑞宝喜欢少吃多餐 瑞宝这饮食规律 活腹易受食谱 而当爷爷的 往往更喜欢灰宝这样的性格 灰宝这吃完就睡得作息 也造就 虽然咱灰宝现在略胖一点 不过灰宝这白白胖胖的大外孙 更招人稀罕 也更少 而饲养员们还曾为了避免姐妹俩体重悬殊太大 怕以后瑞宝会经常挨灰宝的欺负 还曾特意为灰宝减少奶粉的用量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个方法根本没用 灰宝在爷爷这里失去的奶粉 都从妈妈那里补了回来 甚至反而让灰宝吃得更多了 不过现在灰宝虽然比瑞宝重 但是并不会欺负姐姐 因为姐妹俩要欺负的目标是送人 而将爷爷这周 还重新整理了一下 瑞宝和灰宝的小花园 自福宝走后 江爷爷终于重新拾起了 自己搁置已久的园林造景专业 又开始在园区 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了 而宋爷爷和江爷爷经过讨论 打算给瑞宝园区也种上新的小花 防止瑞宝和灰宝园区里的小花生长不起来 而给瑞宝园区也种上 等瑞宝园区长好了 就可以花了 种到瑞宝和灰宝园区了 想来瑞宝之前的园区 就是用来给福宝种花用的 现在轮到瑞宝和灰宝了 而乐宝已经为宝家牺牲这么多了 再给瑞宝灰宝牺牲了下来 也没什么的吧 或宋爷爷看到圣妻阿姨 这般轻松就拿捏了灰宝 肯定会费解自己与灰宝 就连自己上手都摘不下来的熊 圣妻阿姨单凭一个眼神 就让灰宝从树上爬了下来 下午圣妻阿姨来给瑞宝灰宝喂 因为灰宝此时正在树上 圣妻阿姨没有宋爷爷那般激进 选择了先喂食瑞宝 而灰宝则选择了等会儿再说 但灰宝这里看到圣妻阿姨 只跟姐姐玩 而没有和自己玩 吃醋了 灰宝眼看自己再不下去 圣妻阿姨都要被姐姐抢走了 于是便爬下去去找圣妻阿姨 但此时瑞宝这里的盆盆奶 已经吃完了 圣妻阿姨和瑞宝玩起了欲情故纵 故意不离灰宝 无视灰宝 这下灰宝这里成了觉得是自己不听话 所以一下失去了圣妻阿姨对自己的喜欢 伤心地趴在了小木床上 反思着自己的错误 没一会儿圣妻阿姨回到了园区 而此时刚吃完盆盆奶的瑞宝 火力满满 瑞宝走到圣妻阿姨身边 圣妻阿姨顺势将瑞宝抱起 跟游客们说了个再见 抱着瑞宝便离开了 而此时的灰宝 想必心里已经难受到几点了 圣妻阿姨连续两次地无视自己 灰宝此时脸上都没有笑容了 垮着小脸 满是忧伤 当然圣妻阿姨怎么会忍心 真的不理灰宝 圣妻阿姨给瑞宝放下后 再次重回园区 并给灰宝拿来了新的盆盆奶 而经历了双重打击的灰宝 哪敢再不听话 灰宝老老实实地 走到盆盆奶前 乖乖地吃起了盆盆奶 以前都是看宝家 如何拿捏饲养员的 今天也终于看到一次 饲养员拿捏熊猫幼崽了 而圣妻阿姨的这波操作 简直可以成为教科书级别的 收雄方式了 建议宋爷爷通宵观看学习 圣妻阿姨看灰宝的盆盆奶吃完了 抱起盆盆奶 开始给灰宝擦嘴 江爷爷曾跟圣妻阿姨开玩笑道 圣妻阿姨给灰宝踏嘴 想是再一起擦屁股 而灰宝在圣妻阿姨的陪伴下 也重新挂起了笑容 今天爱宝再回室内带娃 还是在室外园区享受自由之间 选择了享受自由 爱宝站在门口思考片刻 转头就走了回去 爱宝心想 室内园区有奶爸呢 姐妹俩在室内出不了问题 看着爱宝这开心且自由的样子 让我一下想起了那年 爱宝还没有生孩子的时候 那时 爱宝和乐宝还没有带娃的疲惫 自己的竹笋也不会被抢 有的都是一个人的自由 以及每天来自奶爸们的宠爱 每天有着许多新奇的小玩具 到夏天时奶爸们 还会优先为自己准备豪华的夏日套餐 记得那年爱宝和乐宝还互换了园区 怎么乐宝不管躺在背景多优美的地方 都改变不了 反观爱宝这里 简直不要太可爱 乐宝真是高攀了 当时将爷爷看到爱宝这炎热的样子 心疼的立马去买了一车冰区 然后便开始为爱宝布置园区 爷爷们给冰块放在了咬池里 可以起到给园区降温的作用 另外 爷爷们还将冰块 制作成了很多种形式 冰沙 爆冰应有尽有 爱宝走进园区 这次的园区不仅有鲜花 还有爷爷们 从蝴蝶馆进来的园区 爱宝来到小亭子上后 便直接开始了享受 爱宝品尝着这细腻的冰沙 身体瞬间感觉到了良宝 而与此同时 爷爷们也没有忘记乐宝这里 乐宝这里的夏日套餐 则简单直接一些 超大号的竹子冰棒 还有在冰床上 奶爸们准备为其搭建的竹子凉亭 这也是乐宝为数不多的 出现爱宝园区的画面 乐宝走进园区 就被大冰棒吸引了注意力 显然这个竹子冰棒有点大 这让乐宝放在怀里 倒是刚刚好 不过凭借乐宝的努力 还是给冰棒拿了出来 乐宝给冰棒拿出来后 忍不住的直接开会 虽然这冰棒些许有些简单 但乐宝对其依旧深感喜爱 毕竟男孩子家就是要粗养 女孩子要细养 而转眼间 乐宝现在都是三个孩子的爸爸 但是除了体重上有些变化 其他方面好像没有什么改变 因为乐宝既不用生孩子 也不用带孩子 反而是爱宝这里 现在是越来越操劳 到我看到 灰宝抢了瑞宝自己喜欢的江爷爷 瑞宝为了不让宋爷爷感到尴尬 而选择不与妹妹争抢家爷爷 转头走向了宋爷爷时 我才明白 为什么瑞宝这般讨人喜爱 是有原因的 虽然瑞宝多数时间都是文文静静的 但瑞宝总是能看懂人的小心思 和对方的尴尬 有时细想 瑞宝真的很像一个懂事的人类小孩 例如 上周圣熙阿姨在拍摄每周视频时 圣熙阿姨给姐妹俩拿来了胡萝卜 就在姐妹俩都在忙于吃胡萝卜时 先是瑞宝发现了 此时圣熙阿姨的不知所措 因为圣熙阿姨没有宋爷爷和江爷爷 那样话很多 有的只是在姐妹俩身边默默看着 这时瑞宝看到了圣熙阿姨的尴尬 放下手中的胡萝卜 陪圣熙阿姨玩耍 而且 这也像是在给圣熙阿姨的视频提供素材 而在昨天 圣熙阿姨来到园区打扫卫生时 以前一向调皮的灰宝 在树上睡起了觉 而瑞宝看到圣熙阿姨又是一个人 于是便来到圣熙阿姨身边 陪伴着圣熙阿姨 这也是为什么宋爷爷和江爷爷经常说 福宝的到来给自己带来了很多 因为以前福宝也总是懂得人的小心思 明白爷爷此时情绪 懂得如何陪伴爷爷 或许生活中的有些幸福 都是在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上 对于圈养动物而言 他们除了每天能够吃饱喝足以外 需要更多的是饲养员们给他提供的情绪价值 因为在这硕大的圆区里 只有他自己 这必然会感觉到无聊 所以 饲养员陪伴他们玩耍 这可以让圈养的动物 不会那般无聊 带动他们的情绪 也可以预防 他们出现刻板行为 而当爷爷和依依们有人陪时 瑞宝就又会恢复成乖巧可爱的模样 自己躺在小滑梯上 看着爷爷和妹妹玩 而瑞宝这时也不会吃醋 不仅是瑞宝懂事 更是对爷爷有百分之百的信任 因为瑞宝知道 爷爷在和妹妹玩耍的同时 也不会冷落了自己 或许下一秒 爷爷就会出现在自己的身边 而爷爷们 也正如瑞宝所想 姐妹俩轮流陪伴 保证给予姐妹俩的爱 能够平等 看着福宝隔离时 室外园区这花团景簇的样子 恍惚间看到了那年福宝 在绿油油的草丛里 和妈妈打滚的样子 福宝只在韩国 经历过三次园区繁花景簇的样子 第一次是福宝一岁时 那是园区的小花小草 也是福宝在韩国的三年里 开的最茂盛的一年 而第二次 则是福宝最调皮的一年 那一年 福宝差点被整个室外园区都拆掉 当时福宝还被罚了一个星期的禁足 因为爷爷们维修室外园区 整整用了一个星期 而第三次 经过福宝两年 连续对园区的破坏 园区逐渐变成了黄土高坡的样子 而就在这三年时间里 福宝解锁了许多的技能 例如体验到了 在树顶睡觉的舒适感 而这也是福宝在韩生活的三年里 最令爷爷们头疼的事情 因为福宝一旦爬到树上后 下不下来 全看心情 爷爷和爱宝都没办法 爷爷喊爱宝叫一叫福宝 懂事的爱宝听奶爸的话 蹲坐在小亭子上喊着福宝 但福宝完全不为所动 甚至还给爷爷和妈妈 换了个更嚣张的姿势 表示自己醒了 但是就是不下去 除此之外 在夏天 在泳池里泡澡 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露天的泳池 再搭配上春意盎然的美景 宛如童话里面的世界一般 而想必 现在正在隔离的福宝 也想赶紧再重温一下泳池的感觉吧 毕竟从韩国隔离到现在 福宝已经两个月没有玩水了 等福宝隔离完 一定要在泳池里 好好给自己清洗一番 而希望到时候 基地给福宝 安排一个带泳池的小院子 此时的福宝 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隔离完出来玩耍了 到时福宝 一边吃着奶爸 给自己包好皮的大猪笋 一边躺在自己的小泳池里泡澡 别提生活有多安逸了 而在这一时期里 爷爷们 还经常会给福宝封容 让福宝玩耍 爷爷们给福宝的皮球 总会被福宝啃破 以及还有福宝的室外堂椅 这都是福宝喜欢的东西 不过等福宝隔离完 福宝的丰容也不会少 要是少了 姨姨们肯定会自费给福宝买 自己家的国宝 就是要自己惯着 希望福宝隔离结束的这一天 早一点到来 想必到时候 将爷爷送爷爷 以及盛西阿姨 也会立即安排自己的时间 来中国看望福宝的 一上次宋爷爷做的花束 受到梁小芝的喜爱后 这次手工大师宋爷爷 再次上线 为梁小芝做了手工花环 宋爷爷忍不住向爷爷 展示自己做的花环 看来 宋爷爷对自己的手工技术 是自己 在园区内早逝一圈后的宋爷爷 最终发现自己的目标 正趴在外出通道 便过去找他们 这时听到动静的瑞宝 率先跑了过来 不过吸引他的 不是宋爷爷手中的花环 而是我们盛西姨姆手中的手机 看到瑞宝直送手机跑来 我们的盛西姨姆惊呆了 没想到 手机对瑞宝的诱惑力太大 顾着找镜头的瑞宝 悬然不听旁边宋爷爷的呼叫 宋爷爷只好拿着胡萝卜 去引起瑞宝的故意 趁着瑞宝转身撅起 眼疾手快的宋爷爷 直接把胡萝卜放到瑞宝里 而吃到胡萝卜的瑞宝 竟然是被封印注意 瞬间安静起来 宋爷爷看到后 尝试把花环带到瑞宝头上 看到戴上花环的瑞宝 宋爷爷忍不住摸了摸瑞宝的脸 因为实在是太可爱了 与此同时 宋爷爷还不忘招呼 正在员工通道的光君 而此时的光君同志 看到眼前的这一人 好像在对瑞宝转意 姐姐 你先拖住他俩 我研究一下这个通道怎么出去 还没等瑞宝研究明白 宋爷爷便把他捉了回来 被捉回来的瑞宝 正身无可恋地躺在平台上 而身后的瑞宝 看到爷爷正在员工 便悄悄过去找宋爷爷 表示自己也想要体验一下宋氏按摩 不料被宋爷爷躲开了 只见瑞宝一头扎进了灰板 想要给瑞宝带花环的圣西姨母 被瑞宝的这一操作不透笑 不过瑞宝还是如愿体验到了宋氏按摩 体验过后的瑞宝 看到了姨母手中的花环 便乖巧地趴在滑梯上 等待着姨母给自己戴上 姨母见状把手中的花环 看到戴上花环的瑞宝 一一忍不住 发出了WooBWooB 因为戴上花环后的瑞宝 实在是太可爱了 不得不说 这次送爷爷做的花环 实在是太符合我们瑞宝的气质 听到心直口快的圣西阿姨这样说 想必宝家粉丝们 对乐宝皮肤的问题 也可以松了一口气 圣西阿姨是向来有什么说什么 就当被采访 被问到放假时 会不会来爱宝乐园玩耍时 圣西阿姨都会诚实地表示到不会 而对于乐宝的情况 圣西阿姨更是表示了 如果大家不相信 可以来现场查看 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与错误 这正是宝家粉丝们 所对其欣赏的地方 公开透明的饲养方式 除了他们自己的公开节目以外 每天还有许多的站景 输出物料 可谓是宝家室内室外生活 以及各种生活细节 都展露在游客们和粉丝们的眼里 宝家的宝贝们 肉眼可见都被照顾得很好 而且都知道 宝家团队并不是一个人照顾一只大熊猫 而是除了兽医以外 每天都有近十几个人 对其进行照顾 同时 圣西阿姨还表示 这也多亏了我国专家和兽医们的努力 才使乐宝皮肤问题恢复得这么快 对于乐宝除了饲养员以外 最关心乐宝的 可能就是站姐们了吧 有些站姐 甚至从早跟到晚 一直观察着乐宝的情况 甚至一有不对 就会去问饲养员 以及在爱宝乐园上面 发私信询问 只有得到准确和详细的回复后 站姐们才会放下心来 有这么多人对乐宝的关注 以及再加上饲养员们 尽心尽力的照顾 这不仅让乐宝的身体 得到了很快的恢复 也让宝家粉丝朋友们 对乐宝的身体情况 一直有着最新情况的了解